哈喽各位 看到我身边了吗 一群海鸥 我现在在甘公湖的这个景区 就是观景台这 我刚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车场这里 然后刚下来就被这一群海鸥给围攻了 看到没有 他们压根都不怕人 好可爱呀 好可爱呀 好 愣包 喽 让开 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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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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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待 等待 啊 啊 有了 哇 第一次近距离的看这些小家伙 来了来了 他来了他来了 哇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近距离见到这么可爱的野生动物 然后他们不怕人 非常的亲人 我刚给他们喂了一些面包和囊 他们可以吃的 然后他们是国家保护邓武红嘴哦 所以到这儿的朋友呢 可以过来看一看 然后千万不要都歪思想哦 啊 太可爱了 又可以欣赏美景 又可以跟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 在我身后就是美丽的办公壶了 又名办公错 搬公湖有名搬公错 地处西藏阿里地区 日土县西部 湖面平均海拔4200米 东西长160公里 它的三分之二在我国阿里境内 其余部分在印度时机控制区 克什米尔 从历史上了解 整个办公湖及其西边的拉达克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在英国早年占领印度时期 顺道占领了拉达克地区 并且控制了办公湖西面约三分之一的水域 据说在我国的这一部分湖水是淡水湖 而在印度那一边的话是咸水湖 我突然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为什么同一个湖它会有两个不同的水质呢 办公湖的湖水呈东淡西咸的状态 在我国境内就是淡水 并且绿树成荫 群鸟气息 湖水中有数不清的鱼类 而在印度控制区域则是咸水 寸草不生 毫无生机 在我国湖面部分 每年五到六远 这里的鸟类铺天盖地 非常的壮观 那为什么办公湖会形成这种独特的现象呢 由于办公湖是独特的狭长形湖锅 在我国三分之二的面积中 有多条河流注入湖水 从而稀释了其中的盐分 而在印度控制区 很少水源注入 则湖水咸苦难艳 办公湖周围的景色是很美丽的 那里人为的开发很少 所以至今保存着大自然原始的风光 每年来这里的鸟类有很多 它们每年来这里繁衣后代 这里没有天敌 换句话说 这里是鸟类的天堂 还有就是我国范围都是淡水 里面的鱼类物种很多 为小鸟提供了食物 真的是一出新疆 进入西藏 一路的美景让我目不暇接 办公湖等着你们 看这里看这里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焦急的事情要跟大家说 刚才接到家里的电话 说我妈现在去青岛 就是山东那边去旅游去了 我爸说 我妈要在那边买房子 我有一个大姨在那个 驾到那个山东青岛那边去了 我妈就去那边去旅游 然后没想到这才去了几天 然后她就要在那边买房子养老 这个不是关键 关键是我手头上没有什么钱 然后在那边没有办法给她 就是立马买到房子 如果要在那边买房子的话 就必须要卖掉家里的房子 然后等于是全家迁移过去 这么大的事情 那我必须要先要调查清楚 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 我妈他们现在在那个山东的那个龙口 然后她说那边的房子特别好 她很喜欢 她就需要在那边养老 她先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是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过去的 我爸怕他被骗了 然后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那我呢 也就是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 然后我只想说就是 我爸是担心 在那边的话 让人忽悠 也就要定金 因为这边的话 如果是真的要在那边买房 那我们这边就要把房子卖掉 然后就要迁移过去嘛 我现在就是特别担心 她一冲动 然后被那边灌个迷魂汤啥的 然后她一交个定金 那如果到时候在那边 发现买不了了 那到时候定金也推不回来了 那不就 这些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我现在这个地方 距离那边的话 大概也得要小一万公里的 太远了 我没有办法意识 立马就赶过去 其实我也能理解她的心情 她应该是就是去了那边 然后觉得那边环境比我们 这边险阳好 然后那边又是离大海非常的近 她本身也特别喜欢海 然后也喜欢那些花花草草那些老人嘛 她可能就是对那环境一样 才比较看得重 最后二人女呢 也是希望自己的父母好 自己过得好的同时 也能够给父母好的条件 对不对 在晚上查了一下 那个有 有些人说 那边的房子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具体多便宜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上就是说几十万 想了想海景房嘛 几十万确实也算是便宜的那种 那那为啥它那么便宜呢 所以在这里 我想麻烦一下大家 就是有没有人在那个山东龙口 附近一带的 或者就在当地的 了解那块 那个就那些房子的朋友 然后能给我留个言 然后给我发一些那边的一些情况 图片还有一些信息 我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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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